这些老死伤口有很多听众听了得流眼泪 都能够忏悔,都能够回头 这是一桩好事情 这桩好事情会带给好的国运 会带给我们有美好的学会 化解冲突,消除罪孽 带给我们安定和平,幸福美满 所以今天的社会 我们也曾经旅游过许多国家地区 也参加过联合国的和平会 也认识不少国家领导人 大家在一块聚会谈论 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总而言之 就是教育出了问题 想想今天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地区 教人干什么 教人竞争 从幼儿园就叫竞争 到研究所还是叫竞争 这世界能有和平吗 不可能 竞争提升就是斗争 斗争 斗争提升就是战争 今天战争是和武僧化 没有输引的 同归于尽 这多么悲惨啊 那么中国古人教学 几千年来 我们中国今天 把老祖宗都已经丢掉了 所以才造成难 受这么苦 老祖宗从小叫人 让啊 人知道啊 人亦离之心 无常啊 人这爱人 亦这寻礼 人人懂得 忍让 亲让 离让 一生是一路让到底啊 这社会怎么会不想活呢 啊 所以说 古时候中国教育 跟现在社会教育一比较 我们就知道 灾难从哪里来的 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啊 就明白了 只要把教育办好 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 天下就太平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啊 制度 是不是真的 啊 人是好人 什么制度都好 人不是好人 再好的制度 才干坏死去 啊 所以我们认为 教育 比什么都重要 啊 这是中国千万年前 老祖宗的教训 我们认真记住 好好 在这是一个实验点 这个做好了 会影响全国 会影响全世界 让全世界的人都到台湾来学习 啊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以这几句话了 啊 祝贺 这一个活动 圆满成功 啊 确实为全世界 建于做成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天范 谢谢大家